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地产世界的第165期节目 时间过得飞快 一转眼2024年300年就过去了 今天森林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2024年下半年的房司早晚 相信大多数观众最关系的话题仍然是 美国房市到底会不会崩盘呢 而且什么时候崩盘呢 这是一个既然人心惊胆战 但内心有极其渴望的一个controversial话题 为什么呢 今天森林我来跟你聊一聊 美国房市到底会不会崩盘 网上有很多博主微博流量 美国房市即将布盘 已经缩了有三四年了 但到目前为止 房市不仅没有崩盘 而且房价还要继续上扬的趋势 那房市到底是不是风雨欲来呢 近年来 美国房市经历了货三车般的起伏 从繁荣到衰退 再到现在的不确定性 让无数的购房者和投资者 都产生了困惑和担忧 但是呢 美国房市真的会崩盘吗 还是说有的人的内心 期望再作祟呢 很多人认为 美国房市崩盘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之一 那肯定就是不断标算的房价了 作为一个以理论为基础 以数据和事实为依据的地产资讯博主 我就从数据来看 这种推测是否属实 美国房价主体来说 一直风涨是事实 这是近一年 城屋销售价格中位数 可以看到 美国房产价格就像一支火箭一样 因为从一天价格已经创下了历史新高 跟2023年的5月的数字相比呢 上涨了2万岛 但是目前房价趋势有了些许回落的趋势 做说明什么呢 所以房价涨幅已经在缩小 很难再出现疯涨的速度了 再想往上疯涨 那就需要房市出现一种 类似口罩的重要大变化 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是风猫灵脚的 那为什么房产价格还是居高不下呢 造成这个现场的原因是什么呢 现在讲讲第一个原因 想问一下大家 还记得之前有没有一美元单品的卖刀囊吗 但是现在呢已经涨了3美元了 这里我想表达的是呢 现在通货膨胀率还是很高 并且没有得到很有效的控制 因为通胀率高 不管是生物成本还是房产建造成本都会更高 所以房产价格居高不下 通货膨胀率像一丝猛兽一样老烂的市场 美联储之前呢 可是口口跟说要将通货膨胀率控制在2% 但是现状是5月份高达3.3%的通胀率 所以物价还没有完全得到控制 并且美联储对于控制好通胀的利率 没有太大的信心 不然呢也不会在6月12号 公布今年只预测降息一次 他们根本也没有控制好通胀 现在美联储也是进退两难 为了控制通胀不降息 但是不降息又促使房价继续走高 因为房源供给短缺 从而进一步的增加了通胀的严重性 不仅在油管频道 我在其他自媒体平台上 也分享地产和投资资讯哦 只介绍屏幕上的二维码 您就可以找找我了 关注我 帮你买房 卖房 不踩坑 安心 放心 这第二个原因就是房源供给 美国市场房源虽然现在是上涨趋势 但是呢 跟口罩流行前的数量相比啊 那可是不是少了一星半点 24年5月的数字是78万多套活跃的房产 但是呢 口罩前我们拿18年5月来对比 78万比115万 算是好多朋友呢 已经知道这里相差了37万套房产 那这是什么概念呢 也就是说房产的库存减少了快三分之一 并且呢18年的房产销售中位数是37.8万套 很容易理解的是房产的贵量少了 价格自然就上升了 因为它是供不应求 以前呢 可能是3个人抢一套房产 现在呢5个人抢一套房产 价格自然就不一样了 据到我们二万四三来举例 今年的房产从上市到售出的时间 正在变得越来越短 24年的5月的平均售出时间是25天 比4月少了两天 这意味着买家抢购越来越多 而卖家吸收 所以卖家也变得越来越少 因为没有人愿意在高利率的环境下 卖掉自己低利率时期买的房产 欢迎您登陆我们的官网 citychainreality.com搜索房源 我们的房源数据 每15分钟从MOS时间刷新 为您提供最新最准确的房源信息 我们的网站 结成为您提供多元化服务 您不仅可以免费获得房产估值报告 贷款按揭计算器 最新房市数据报告 最新探盘实体看房 还有许多其他的功能和信息 一切尽在您的此间 不仅如此 由于高利率的影响 提高了建造成本和风险 很多开发商和建商都已经放慢了 甚至是停止了开发建造的脚步 除此 新建的房产急剧下降 关是今年3月份开工 在建的房产数量 就比2月份下涨12.4% 看过去10年的数据 新建房产的数量一直在减少 进一步加剧了房源短缺的情况 而使房价持续上扬 房产数量减少 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越来越多人选择了全现金购买 来举个例子 今年我们洛杉矶的现金买价 已经达到了将近20% 也就是说 每4个买房子里面 就有一个是用现金购房 而全现金买房 可以不用考虑 高出天机的贷款利率 但是呢 却加速消耗了 所剩不多的房产的库存 只能通过抵押贷款 买房的人 普通人在房产市场上 能看到的房产库存量 越来越少了 所以房产价格 当然也就越来越高了 那我们现在来聊聊 房贷贷款利率到底有多高呢 近几年 15年贷款利率 基本位置在6%左右 而34年贷款利率 更高一个台阶梯 在7%左右 你难道还在期待 贷款利率近期会下降吗 可能性不大 美联储在今年6月12号 已经公布说 今年只会降息一次 很讽刺的是 美联储之前预测的是 今年会实行三次降息 但是20年第一季度 并没有一点声音 6月会议呢 才说今年会预测降息一次 还是预测哦 那不是宣布实行降息 这预测的一次降息 最终对线的可能性 有多大呢 很难说 根据美联储以往的表现 我不敢说 总之呢 房贷利率的现状 在短时间内 不会产生变化 想进不了解这个话题 可以去看看 森林我在地产世界 油管频道发布的 第163期节目 相信你能在 那期节目中有所收获 您现在正在观看 地产世界油管频道 我每周都会与您分享 最新的房市动态 时事热点 以及投资资讯 房市在不断的变化 订阅我的频道 跟踪我 紧跟市场的趋势 你才会有别人 没有我的优势 如果您觉得 我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 动动您的手指 点个赞 这样您就可以将 此视频分享给 更多的朋友了 那我们员工资算 总结一下 现在房市的大背景 就是房产价格 还在不断上升 带款利率 一直为赛比较高的水平 房源供给 不管是20房 还是新房 也处于短缺状态 其实现在的房市 是一个正常的 市场经济的体现 房价上涨 是因为通胀 和房源供给不足 这所谓未息为贵 所以房市并没有崩盘 这只在诸多市场因素 影响下 房市的正常市场反应而已 可能有很多人觉得 房地产的市场会崩溃 还是觉得房价 是不是在飞速攀升 就像一个气球 价格在不断的膨胀 也就是说 催进气球的气越多 怎样发展下去 结果就这个气球 会被底线爆掉 也就是说 房地产市场会彻底崩溃 欢迎你们再评讯 去留言分享 你们的观点 其实有很多人 在翘首以待 房市崩盘 并且可能在油管 或者其他视角平台上 也有看到有博士说 美国的房市 就要崩盘了的说法 因为只有这样 房产的价格才会暴跌 很有可能实现 一美元的购房梦 每个人都怀揣着 一个美国梦 这样的心理 其实不难理解 毕竟现在的住房成本负担 已经达到了历史的最低度 现在的房价 比2020年的初高速47% 而销售价格中位数 更是家庭收入中位数的 5倍之多 房租还面临着 保险费用的 急剧增加的情况 甚至还上不了保险 2022年至2023年间 平均上了1% 房产税也在上涨 租房市场也不乐观 超过2200万的 租房的家庭 将收入了30%以上 用于租房的租金 其中1200万家的 家庭一半以上的收入 都花在房租上了 其实美国政府 也在尽力的缓解市场状况 推出了许多 负担性强的经济试用房 但是政府还背负着 34万亿刀的高额债务 是的 你没有听错 434万亿刀 所以政府也是 心有余而力不足 所以并且是增多周 贷款利率跟着通货膨胀率 水涨船高 房源更像挤牙膏一样紧张 房价呢 冷冷冷的收收的往上涨 经济原理非常简单 就是供需失衡 这就是美国房源产市场的现状 没错了 但这并不意味着房市要崩盘 房价上涨 其实是市场经济 自我调节的自然反应 想想看 通货膨胀让物价都在涨 房价怎么可能不跟着走呢 再加上房源供给不足 供不应求价格自然就高了 就像你去市场买水果 如果一种水果特别的受翻译 那数量又少 那价格肯定就往上涨 所以房价市场并没有崩溃 也没有面临崩盘 这只是自由市场经济的正常调节罢了 在目前这样的尤为复杂的市场环境下 我们更需要找一个了解市场 有经验 能够提供专业的建议的人帮你 不管是买房还是卖房 都能够让你节促相征 或早日售出 因为只有在市场竞争激烈的情况下 因为优秀的代理经济的作用 才能够让你发挥到极限 总而言之 这次就是力量 信息就是财富 我是地产世界城市里 帮你买房 卖房 必根不踩雷 安心又放心 来耳弯 早啊